六岁男童为何全身伤痕累累 他那凹陷进去的那个惨状 当时一下就特别震惊 继母被捕 孩子生父逃之夭夭 所有的人都在楼上 楼下找遍了找不见 评审现场又会道出怎样的真相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昏迷的孩子 2018年10月底 陕西魏南虐童案开庭的新闻 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新闻中提到的男孩叫彭彭 2017年的一天 他被送到医院急救 眼是肿的 红色都是肿着来 我都没看见那伤脑 被子盖着来 也没看见就做完CT 完了好像上来的时候 就把娃娃往出台的时候 我就看妈 这娃娃身上就是这样子 根据医生的初步诊断 彭彭为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 珠网膜下腔出血 脑挫裂伤等 当时她只有六岁 据彭彭的母亲柴女士回忆 当天她接到了彭彭父亲赵亮的电话 才得知儿子进了医院 我说当天咋了 她说孩子摔跤了 她说孩子摔跤了 我想她摔跤了嘛 我肯定 我说那行 我就当时就没回 我就赶快就坐个车 到为难去嘛 到了医院 儿子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 无法探望 直到彭彭做CT的时候 柴女士才终于看到了儿子 但儿子的样子让她震惊了 头部反正就是被打的 全都是软的 就是全都是轻的 还有那手腕 全都被捆的那痕迹 亏烂的痕迹 腿膝盖都被跪的 那亏烂的 于是柴女士和赵亮争执起来 柴女士口中说的 那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柴女士会认为 是那个女人打的呢 2009年 柴女士和赵亮结婚 婚后生下彭彭 后来因为两人性格不合 选择离婚 那年彭彭只有四岁 离婚后 彭彭判给了赵亮 没过多久 赵亮认识了孙小倩 并组建了新的家庭 孙小倩带着一个儿子 比彭彭大几岁 有一次柴女士和彭彭见面的时候 她还问过儿子和继母相处的是否融洽 我就问她 我说你妈 你那个妈妈打你不 她说 她说不打 我说那骂不 她说 她说骂呢 我说那肯定是你不听话 她骂你 她就笑下不吭声 她说最后她又说 打呢 我说那是打你哪 她说打我屁股 我说哪还打 她哪个戏跳跳 我说 那我说你是不是不听话了 人家打你呢 她说 她又笑下不吭声 柴女士说 当时彭彭身上并没有伤痕 她也就没有深究 认为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 教育一下也很正常 我想教育娃娃 肯定避免不了 她肯定调皮 人家肯定是 有时候把她打两枪 也是应该的 毕竟现在人家在管着了 所以也就没太在意那些 由于种种原因 柴女士和彭彭 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 之后柴女士再婚了 她和现任丈夫商量 等婚后生活稳定下来 就把彭彭接过去 可刚有这个打算 便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她在这儿跑 她说跑出来了 现在在我们车上呢 我说 我就想他们 我说她咋跑出来的 据柴女士说 彭彭是自己离家出走的 路上遇到了民警 于是民警联系到她 我说你把电话给娃啊 然后娃跟我说 我说你咋跑出来的 她说 她说她饿得很 我说那你咋饿得很 妈妈不给你饭吃吗 她们不吭声呢 然后我说 我就意思 我说你把那个电话 给那个警察叔叔啊 我说你让他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接他 柴女士说 当时她正在西安 于是民警建议联系 彭彭的父亲赵亮 赵亮很快就到了派出所 那次其实是人家 他爸在后头跟着来 有意思 那跑啊跑去啊 让他跟着来 看他让他吃一死亏 看他儿子还跑不 当时我是听 那个警察给我说的 为此 柴女士再次和赵亮 发生了冲突 那时候 柴女士也只是认为 赵亮她们 没有好好教育孩子 并没有考虑到 问题的严重性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这个娃啊 你管不了就别管啊 她说不行 你那个啥 你不听我的 你就别解了 2017年1月 柴女士和彭彭 见了一面 当时彭彭的状态还不错 谁知2017年3月29号上午 昏迷不醒的彭彭 就被继母孙小倩 送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时 发现彭彭浑身伤痕累累 已经有多处化膿感染 全身肿胀发紫 严重贫血 营养不良 膝盖溃烂 血肉模糊 整个头颅大量淤血 颅骨多处软组织损伤 随后医生报警 医院就想 看着这娃啊 这浑身是这样子 肯定是虐待嘛 肯定是 被人用成这样 大双这样子 他也在报道 接到报警后 警方立刻着手调查 很快 孙小倩被捉拿归案 随着新闻的报道 这个案子引发了 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那简直就跟 害死了这个小孩一样啊 你当时从新闻图片上 也能看到 那小孩子 被打到颅骨碎了之后 他那凹陷进去的 那个惨状 就当时一下就特别震惊 就很难过 蓬蓬的大脑和眼睛 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可谁也没有想到 在蓬蓬被送进医院的第一天 作为监护人的赵亮就消失了 第一天晚上把孩子送进 属书室 还没送进属书室 他就失踪了 晚上医院医生要监护人签字了 然后就所有的人都在楼上楼下 把他找遍了 找不见 赵亮在消失一周后回到医院 人家说人家去出现去了 这一次 柴女士以为赵亮会一直陪伴在蓬蓬身边 可就在蓬蓬转院到上海 做完手术后 赵亮再一次消失了 照顾蓬蓬的只有柴女士和蓬蓬的爷爷 由于治疗费用较高 爱心人士筹款找到了护工 照顾他在医院的生活 以便他更好地恢复 经过几次手术蓬蓬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由于后续治疗费用较高 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开展了名为呼唤蓬蓬的筹款活动 这是个腾水工艺 是卷墙 卷的那个墙就是直接堆解 就是医院 给瓦鸡是 只管瓦鸡医疗费 后来就是瓦鸡这个生活 用辟给这生活费 就是瓦吃起来奶费的 脂尿裤 狐狸劲 还有瓦吃起来水果的 这一系列 这都是那些 那些妈妈建了 可能建了个群 人家可能有如此群 就是气功瓦解的耳肠生活 两岸支付一个护工具公司 目前 蓬蓬已经回到陕西 在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进行后期康复 当时的诊断就是一个 持续持无人状态 还有重度颅牢损伤 疏后 还有避护开放性颅牢损伤 四肢瘫痪 那个计划性颠肩 还有那个营养不良 他还有一个跨关节脱胃 这么几个诊断 因为蓬蓬的激张力太高 时不时的身体就会抽搐 身边时常得有人陪伴 一次以后他激张就够了 对 那就身边还存在着 不仅如此 医务人员每次为他治疗的时候 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扎着的时候也不好扎 因为长期我长晚 他时间长了 他的血管就把他就 血液回流不太好了 他的血管都在那个关节脂肤里面 孙小倩被逮捕 照亮下落不明 已经列入再逃人员名单 蓬蓬的伤究竟是不是 继母孙小倩打的 也不得而知 对此孙小倩的邻居 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还见过他几次 也跟他见面打过几次招呼 怎么可能啊 经常会听到哭声吗 经常发生 也隔三少就 对于这件事 孙小倩的母亲也做了一些解释 经过调查得知 2017年3月 照亮出差频繁 经常不在家 蓬蓬的生活起居 都由孙小倩来照管 可就在这段时间 蓬蓬的头部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到底是不是 孙小倩造成的呢 照亮又是否知情呢 2018年10月30号 这起案件正式在 魏南市临卫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里 越来越多的真相 也浮出水面 这是在庭审中出示的 孙小倩用来捆绑蓬蓬蓬的电线 插线板 以及用来毒打蓬蓬的条肘 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却成了伤害孩子的工具 在庭审中 公诉人宣读了 蓬蓬幼儿园班主任的证词 班主任证明 在2017年3月 蓬蓬身上有明显的伤痕 而且2017年3月27号 蓬蓬没有去上课 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情况 蓬蓬的继母说 蓬蓬骨折了 对班主任的证词 被告人孙小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庭审中 公诉人还宣读了孙小倩邻居的证词 他们都证明 常常听到孙小倩家 有打骂孩子的声音 同时根据小麦店老板的描述 蓬蓬曾经还去小麦店 讨要过食物 对于小麦店老板的说法 被告人孙小倩依然不认同 在调查前期 赵亮也曾配合警方做了口供 证实蓬蓬的伤 确实和孙小倩有关 对此说法 孙小倩依然不认同 挖腿上那个跪的伤 她说是我在阳台让挖跪着 明明是她回来让挖在那跪着的 然后她还说 她也确实是气的 她说她去买个错板让挖跪着 我说你是疯了是不是 教育一下就行了 那个伤可能就是那时候弄的 然后挖本身皮肤也不好 可能就是后来我没太注意到 弄破皮了 最后发展的严重了 孙小倩在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 承认打过蓬蓬的头 可在庭审中 她又否定了这一点 哪一部分有意义 就是打挖头这部分 我没打过 没有打过 还有没有 还有哪一块有意义 还有就是发跪发展这一块 因为我没有时间 这块也没有掐时间 就是没有像说是跪过那么长时间 没有占过 就是几个小时没有 2018年10月30号 蔚南市临卫区人民法院 对孙小倩故意伤害虐待案 依法做出判决 被告人孙小倩被判有期徒刑16年 目前蓬蓬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每天只能吃流食 夜里每隔三个小时 就要在护工的帮助下翻一次身 母亲柴女士每次来看望蓬蓬的时候 蓬蓬偶尔会睁大眼睛 或许在她的潜意识里 知道妈妈来了 在这个年龄 蓬蓬本应该坐在教室里 伴随着朗朗的书生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地学习 享受一个孩子应有的童年 而此刻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 每天重复做着各种康复治疗 蓬蓬今后是否能清醒 我们不得而知 但愿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听到好消息 在庭审中 孙小倩说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当 可蓬蓬身上的每一处伤痕都在告诉我们 孙小倩的暴行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不当 蓬蓬从一个健康的孩子变成现在植物人的状态 孩子的生父照亮 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孙小倩有打蓬蓬的行为 为什么不能制止 她不是一个合格的监护人 更不配做一个父亲 再来看看柴女士 她尽到为人母的责任了吗 蓬蓬的行为透露出继母有虐待她的倾向 柴女士都不以为意 是她真糊涂 还是不那么在乎呢 我们再来看看蓬蓬周边的人 幼儿园的老师发现了蓬蓬身上有伤痕 小卖部的老板 证实孩子和她讨要过食物 邻居经常听到打骂声和孩子的哭喊声 如果大家多想一想 多追问一句 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另外千万别把暴力伤害和教育理念混为一谈 这里是道德观察 我是轩一 下期再见